懒儿四块钱荔枝 这也太贵了 知足吧 要是在古代 你都吃不到 就连杨贵妃想吃个荔枝都难 别贵的 是吧 杨贵妃吃荔枝究竟有多难 在古代 我们大多生长在岭南 不白貌买又多汁 连杨贵妃都想拥有 龙七哥哥 人家想吃岭南的荔枝吗 乖 朕都给你 于是 官员们开始孕荔枝 就发现 大人不好了 荔枝全烂了 荔枝有个特点 容易坏 一日色变 二日相变 三日未变 三天就不好吃了 从岭南到长安四千多里 最快也有八天的 当然 咱不宅了 不宅荔枝 那皇室的占我脑袋 咱可以连树一起运 他们把荔枝树挖出来 让义夫 也就是古代快递小哥运输 一定要快 不然差偏 义夫每到一个驿站 换一匹马 不眠不休地跑 我想了 剩下的路要干净了 为了把荔枝运到长安 义夫要换一百多匹马 常常累病 甚至累死 但即使这样 杨贵妃吃到荔枝 至少要等八天 这太难了 还要我生活在现在